那之後到第14題,他說現在有一個這樣的杯子 就是溶了8g的酸酸紫磯 落去50cm³的水 溫度就跌了6度 溫度就跌了6度 我問你,以下哪個的 是會令到溫度只是跌3度呢? 在我講解之前,不如先想一想 如果真的想要只是跌3度,由跌6度變跌3度,即是跌少了兩倍 跌少了兩倍 我這樣想,如果你想溫度跌少兩倍,如果你的reactant少一倍就可以了 即是我用的是4g的酸酸紫磯 而其他東西保持著不變,即是用50cm³的水 那你就會發覺用少了一半 的分量 溫度當然會跌少一倍 那6度 少一倍即是3度 對不對? 但可以不是這樣的 我可以保持著都是8g的酸酸紫磯 但是如果我將氪酸提升一倍 我將氪酸提升一倍,變成100cm³ 那我的結果都是跌3度而已 你想想,同等的Energy 但你煮多一倍水,那氪酸的溫度會跌一半 如果我要去選擇答案,我就會這樣想 想回你的Solute和Water的份量 我們先看看A選擇 A選擇 它是用2g 2g的酸酸紫磯 但是呢 水又剩下25g 我們不如逐個思考 不如先看看Solute 我當水是不想 你想想,由8g 溶度剩下2g 即是你用的Amount是少4倍 少4倍 所以我會這樣想,你的溫度轉變應該是由6度 之後是少4倍 你這樣按一下,答案就會是1.5 即是我只看過2g,我不管水 應該是會跌1.5度而已 但是 你的Folium 是25 你由50cm³ 變25,即是水少了 水少了1倍 所以溫度的跌幅又會增加一點 是正確的 我們說你本身跌1.5g,即是1.5度 升一倍,那就是跌3.5度 OK 所以答案就是這樣想 A for Apple 坦白說,其實這個想法就是 你分開想,想一下Solute 和Folium 如果Solute少一倍 那溫度就跌一倍 相反,如果Folium大一倍 那溫度就跌了 但這次情況就是 Solute少了4倍 所以就這樣看Solute 就會少4倍 同時Folium又會少1倍 所以就會升1倍 所以拉坦白說,就是跌3度 所以答案就是A for Apple 了